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金絲瓜蒸水蛋 春夏天金絲瓜就是當做的 在街市都會見到 我是素口仔媽咪 材料很簡單 金絲瓜和三隻蛋我今天就用 不用多金絲瓜 待會你覺得合適的份量就行了 不過我先刮出來 我們就放了魚子瓜 放進蒸爐 如果沒有蒸爐就可以放進鍋裡蒸 有些核在那裡 因為它是一團的一粒一粒 即是好像包著種子 不好吃 一點就不要 肉出來 你看到皮可以刮到只有這麼薄 即是很入味 它都還有肉 首先打蛋 我習慣用一個小碗 每一隻都是這樣打開 首先檢查一下它有沒有壞 就免得污染到其他蛋 如果一次過打到一個大碗裡 你一倒下去 根本就收不到手 它已經混和了 和其他蛋 這三隻蛋加起來 180g 我們就用1.5的水來混 因為金絲瓜都會出水 所以不太多 水就逐一點加 先發出蛋 先發出蛋 發到滑 但有些泡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可以過篩 但蛋一把就要打蛋 再加三分之一 再加三分之一 我總共加了240g 一次過加完水 才攪拌 就會比較難 攪拌 所以分開幾次 什麼都是分開幾次 加入就容易混和 我上個蛋滑 1.5倍水 最多可以加到2倍 但如果金絲瓜又出水 可能會比較難平 所以1.5倍就比較穩 你看到最後都很稀 我就不會加鹽 最後來吃一次才加豉油 或者鹽 你看到很多泡 但不怕等它一會就會消散 我們先拿出蒸蛋 我用這個碗 這個碗比較深 所以我就用這個 用麥犀 過了它 它仍然會有泡 待會我們靜它一會就可以了 或者用火槍燒一下它 有些人就說 或者用匙巾筆走這泡 看看你最喜歡 我就用匙巾筆 可以了 花扁一點 慢慢用心地清洗 這泡 當然你說輕手一點是少這泡 但這些蛋就未必夠均勻 接著我們就放些金絲瓜 再加進去 你喜歡凸少許麵也可以 你喜歡放底也可以 那我就喜歡凸少許麵 那你才知道 你是正在蒸一個 不是只用蒸水蛋 是有些特別的東西在裡面 那絲瓜不只可以用來煲湯 其實蒸都很好吃 大家可以試一下 然後把它放在中間那邊 就多一點 就像凸出來一樣 今天蛋就蒸好了 我們可以放些蔥 炸熟油 加點醬油 加點醬油 用一隻更好一點的醬油 因為這個時候你不會煮 其實生抽是需要煮一煮的 牛圓是有一點點粉的 這個就可以即食 瓜不只是可以用來煲湯 還可以做其他菜式 希望你試一下這個新口味 我是素口仔媽媽 希望你訂閱、讚好和分享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